大家好,相信很多新手花有养的第一盆绿植就是绿挪 绿挪的话其实是特别好养的 但是很多新手花也总是养不好 总是容易把绿挪给养死了 那么绿挪之所以会容易被养死 首先就是我们没有了解到它的生长习性 再加上很多花也想让绿挪养得旺 所以经常时不时给它用肥 特别喜欢自己制作一些有机肥 但是因为把握不好 总是容易出现烧根的情况 或者是买一些无机肥来使用的话 因为把握不好浓度和用量 然后常常会出现烧根的危险 所以如果是一些新手花有养绿挪 不懂用肥的话 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就是给它用上这个 不含有这个腐质栓的有菌养液 首先它是有菌养液 它的肥效相对比较缓慢 不会容易出现烧根的危险 而且里面蛋铃甲比较均衡 比较适合绿挪这种官叶植物使用 最关键是里面它富含有黄菇 黄菇酸有什么用呢 首先它可以让土壤成团力结构 让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 这样后期我们不管是浇水施肥 这个水都能够很快的蒸发出去 不容易造成积水难根的现象 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增强植株的抗性 可以让绿挪抗病能力抵抗能力增强 让它不容易出现生长不良的现象 关键是它可以起来一定的触根 增强根系吸收能力的效果 可以让植株的根系长得更旺 我们都说了养花先养根 把根养好了 后期植株的养货就简单了 这种肥实用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非常的简单 直接把它按压一蹦 挤压在1000毫升的清水里面 然后搅拌均匀 就能够很快的溶解 不会像一些无机肥那样很难溶 我们大概就是10天半个月左右 给它灌一次根就可以了 这样既不会烧根又能够补充充足的养分 又能够触根撞根 增强植株的一个抵抗力 那么我们的绿挪养护就轻松多了 那么后期这个绿挪很容易轻松就养爆棚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